麦藤和君悦怎么选 如果是说上一代君悦的话 那我肯定是选择麦藤的 因为麦藤更加霸气 但是这次全新换载的君悦呢 它确确实实实实在是太好看了 所以我非常的犹豫 这次呢我就给大家好好仔细对比一下 麦藤和君悦这两台车型 我们来看一下麦藤外观 它呢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熟悉的套娃式的风格 用了四条银色镀银四条的装置 所以看起来呢 就是这种稳扎稳打的大众风格 没有什么太大的心意 那中间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大众标 来彰显它的霸气 作为一个B级车呢 它确实有它的威严在的 只不过呢 在它的创新度上呢 是稍微有些欠缺了 但好在各花入各眼 我觉得它可能会适合年龄层段 稍微往上一点的用户 说一下咱们在外观方面 君悦最大亮点 首先是运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Pure Design的设计 威严展翼的造型啊 确实很纯粹 线条运用的也会比较柔和 相比于麦藤来说 它可能会有点凌厉 车身侧面来说哈 那账面数据 那君悦呢 它的车场是4米9 然后麦藤呢 是4米8 轴距呢 也是君悦是 轴距是2米9 那这个是呢 2米8 所以相差不是很大 但问题在于呢 它的前轮距和后轮距啊 君悦呢 会更加的优异 那在空间方面表现呢 也会更加好 所以我们一会儿去到车内呢 给大家看一看 那尾部来说的话 我觉得麦藤啊 它的一个车尾的造型呢 会有一点点后线带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用一些这种贯穿式的尾灯来彰显这台车型 拉长它的横向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感觉嘛 所以我会觉得君悦呢 会更加的一体化 而麦藤呢 会有一点点上一代的影子在里面 大差不差 但是呢 君悦呢 会更加的时尚一些 那除了车身尺寸的优势呢 包括这个尾部造型更加的精致之外呢 其实在前列方面 我觉得就可以见分小了 它就像是当下的产物 而麦藤呢 可能还会有一点点 上一代的老气的感觉在啊 所以各花入各眼 如果是我父亲的那个阶段的 一个年龄层段的用户的话 可能会更加喜欢麦藤的经典耐看 而像是咱们的年轻的中产用户呢 会更加喜欢精致 或者是带着时尚程度的一个 这样的别克君悦的 内饰方面 我们先看一下麦藤啊 它的设计风格是非常大众的 有一个10.2英寸的液晶仪表盘 内嵌式的 然后还有一个内嵌式的 咱们9.2英寸的中控大屏 这个中控屏的一个UI设计呢 其实也是大众的一个 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车机系统了 只不过我觉得略微有些单薄了 那整个设计呢 还是非常的简单明了的 也是够用的 只不过相比 你要一会去看到君悦 那个30英寸的6K高清屏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两者之间的视觉差距是巨大的 当然造型先不论 因为这个东西各花入各眼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方面的设计啊 就比如说在咱们的一个档板的设计啊 君悦目前呢 用的是一个怀档的设计了 那麦腾用的还是一个传统的档板啊 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瞬间的回到了咱们 10年代的那种感觉啊 那之前呢 为了彰显它的豪华感 它会放了一个小手表的设计啊 来用于看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个使用性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主驾驶开车会看咱们仪表盘 副驾驶想看时间直接看中共评就好了 有一个这样的仪表还不如直接做成一体式的出风口 可能会更加的统一 当然这个东西呢 要看个人的一个喜好 如果像是我这样一个再往上长辈人呢 会觉得哎 这个东西就有这种感觉哈 这也说不定 那其他方面设计像方向盘哈 它呢 就是一种 比较朴素吧 这方面就是一个大众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方向盘 那ID系列用的也是这一种哈 一个电容式的按键 然后呢 再加上方向盘的尺寸 相比于均越来说会小一点点啊 整个视觉效果呢 就会觉得这台车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气在里面 但是这个不影响 主要还是在配色方面呢 它是一种灰黑的配色 会让人感觉上有一点点的压抑 好了 现在坐进的是别克均越的车里面 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一下子就从经济舱到达了一个头等舱的感觉 因为座椅实实在在真的是太舒服了 别的线不论 你看加宽的头枕 像是这种3D的这样的一个悬浮式的一个书响的一个座椅 发炮式的公牛皮座椅 这样的感觉真的非常不错 确实能让你够有一种解压的感觉 还有这样的悬浮式的中风台 更别说这个30英寸的6K高清的一个大屏了 它在哪怕是新能源车型上面 人家三连屏的它也其实不输的 你有一个6K高清也是同级独有的 对不对 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包括8155的车机芯片 它也是进入了第一梯队的 那其他方面像是无线充电 当然麦腾也有 它是直接放在这比较明显 麦腾可能你要再陷进去一点点才能够着 这也是一个设计方面 问题不大 根据个人喜好来说 包括白挡 还有这样的一个大尺寸的方向盘 有一个银色的镀银石条的装置 整体看起来会更加的精致 那流媒体的后视镜 包括这种拉丝面板 还有像是分体的全景天窗 它整体营造的氛围 包括这种皮质包裹 更加的丰富 所以有着灵活运用的空间技术 再加上这么舒服的座椅 皮质包裹 121色的这种流动氛围灯等等 真的甩它同级别的一个竞品 很远很远 后排空间方面 因为刚才也体验过说 麦腾在尺寸方面 比艾薇雅可能会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看一下后排的整体的表现吧 比如说腿部 麦腾它有四圈半左右的空间 头部有一圈左右 但这台车型它的传动轴 在这一块凸起 确确实实是挺高的 当然在麦腾当中一直都有 也不影响你做四个人就够了 做三个人的话确实挺吃力的 相比于军越来说 其实麦腾在这一点方面 是有一点点吃亏的 实用性方面还可以 它分体空调 下面可以控制咱们的空调的一个温度 还有两个USB的接口变类性方面足够用 还有包括我们看后排的可以调节 这个副架的座椅调节 那个远远也有 只能说是它在B汽车当中 该有的配置都有了 这一方面是有略微的单薄了一些些 你会感觉到它会有一点点的不够支撑包裹度 那会有一点点硬 还有这个坐垫在这一块 它只能就是稍微的多出来了一点点 和咱们这一块地台是稍微的持平 做长途来说 我觉得它如果再坐的稍微长那么一点点的话 会更加的舒服 还有旁边的门石板的设计 都有一点点硬素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B级车的话 它只能说作为一个商务使用 少了点豪华 作为家用 它又少了一点点的舒适 相比于咱们的军院来说 那去看一下军院在后排的表现怎么样 后排的表现呢 刚刚也看过麦腾了 那这次坐在军院呢 其实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它相比它自己的之前的那台上一款车型呢 膝部 腿部 拖部空间都有所提升 这是它的一个进步 那作为咱们这台车型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什么呢 就是作为一个一个舒适程度的包裹器 还有它的一个材质各方面是非常用心的 那充电口这方面呢 麦腾呢它有两个USB的 咱们军院呢它是比较灵活的 它有一个Type-C 有一个USB 用于不同的充线接口 这点也还可以哈 那包括门市板的设计 皮质包裹 拉丝面板 豪华感营造的呢会比较优势 那地台这一块呢 麦腾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凸起 但是好在人家空间可能腿部会更加宽裕 那这里呢就可以坐下三个人比较满满荡荡 就看你个人需求了 我觉得呢各花入各眼各有各的优势 在这么一番对比下来呢 其实麦腾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性啊 空间各方面表现其实还不错 那军越呢 它最重要的是咱们在材质方面 内饰呢外观呢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相比它自身来说都是一个质的飞越 而且当下非常流行的 这些元素 815芯片呀 智能驾驶啊 包括这个Holka的智能的一个车道 居中辅助等等啊 都有所配备 已经是走在了当下 哪怕有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冲刷下 它都能够有相较一拼的实力 所以这一次呢 我相信大家在选车的当中呢 心里应该有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你想要更加时尚的车型的话 我相信军越一定能够投其所好 但是如果你个人认为 你想要一个稳扎稳打 那能够满足一家人 上下不同年龄段的需求的话 麦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觉得呢